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FC平台的冒险的二代 二代的关卡仍然是八大关 实际上是八个岛屿 那二代相对于一代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它的关卡数更多了 而且呢加入了分支路线的要素 并且加入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恐龙系统 这个恐龙系统一直保持到后面的作品当中 第一关咱们就可以收集到一条龙 这个龙叫冰龙 但看它的攻击方式大家都知道 小的时候都管它叫什么龙啊 好的过了第一小关 第一大关一共大概八个小关 但是呢这次给大家录制我走一个最短的路线 那选择最短的路线就要涉及到奖励关卡了 奖励关卡看起来呢是碰这些蛋 然后呢得到分数 但实际上不同的蛋代表了不同的分支路线 这里我就选择了第四枚蛋 咱们捡到了一个无敌 选择第四枚蛋来到的这一关呢 有一个跳关可以直接把第一大关 一个岛跳过去 可能很多小伙伴玩了好多年的冒险岛二代 还不知道有这个要素存在 可以了 这是隐藏的一个蛋 咱们遇到了长城一龙 它可以把咱们带到下一个岛 这样实际上咱们第一个岛就打了一关半 那如果你全打的话要打八关 第二个岛就没办法都跳过了 咱们至少要打五关左右 但实际上第二个岛最长的路线可以打八关 这个青蛙 这个颜色的咱们直接冲过来就好 但我相信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 小的时候应该不止一次被这个青蛙逼到过角落里 这个蛇也会蹦啊 它这么胖还会蹦 那第二大关 你选择短路线的话 前三关是做不出什么文章的 因为前三关这个蛋呢 你无论选什么 它都是固定的顺序固定的关卡 到了第四次选择的时候 它也会有分支 第四次选择呢 你可以选择第二个蛋或者第三个蛋 然后再下一次选择的时候 选择第二个蛋 这样呢 就是一个比较短的路线 这里前面我有东西要给大家演示啊 所以这里就来一记泰山鸭脸 这是一个奖励观吧 玩这个的时候你会深刻的体会到二代的跳跃手感 真的是比带枪太多了 一代也有类似的地方对吧 但是那个手感巨烂无敌 而且容错率超低 主要是一代的跳跃手感 太阳了 好 咱们全吃到了 后面仍然有这样的关卡 但是呢 咱们就不完全演示 因为这次给大家录制呢 咱们主要就是走一个最速的流程 走一个最速流程也要40分钟左右 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 如果想把所有的隐藏要素都拿到 并且呢 把所有的关卡都打了 走一个最长的路线 再加上中间如果有那么一两次失误 挂掉了重打 这款游戏要想通关 要玩两个小时左右 好 这是水下 水下也是有水龙的 大家应该还记得 但是呢 咱们应该因为是一个私通 所以说很多的龙 咱们就是剪不到了 收集不到 如果玩到第二关的话 很多小伙伴所有龙 都有个两三个 一关一关慢慢收集 慢慢打的话 水下的关卡也是二代新加入的要素 一代是没有水下 并且别看 这个水下关卡是二代新加的 但是二代在水下的手感还非常的舒服 你按住单发的跳键不松手 它就一直的向上持续的流程 而且呢 惯性并不大 不像马里奥那么大 所以说这个手感真的是比较舒服 那第二关所有的弹 我都点第二个 这样就省得记了 因为你要知道第四个和第五个弹 你选第二个 才是正确的最短路线 或者第四个弹 你选择第三个 第五个弹 仍然选择第二个 也可以 但是呢 这样第四关你打的就不一样了 对吧 这都好多小白猪 并且它这个道具系统做的也比较成熟了 你的道具能存起来 刚刚的这个蛇 看起来是要想要吐东西 随着它一顿颤抖 在它出来之前就把它干掉了 对吧 这个电光石火之间 两千分 这弹里边 应该最高的奖励是奖命 其实龙这个东西呢 它和三代还不大一样 因为二代的龙 你是不能骑着它打boss 到boss的地方呢 你就自动从楼上下来了 它是自己去打 好处呢 是它不会挂了 并且呢 它可以给你吸引boss的火力 但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不受控制了 你无法快速的利用龙 把boss干掉 新一粒必有一币吧 冒险岛的话 我给大家录制过一代 三代四代 这回终于把FC上的二代补齐了 冒险岛的话 如果按当年在FC上的热度 咱们只说热度 三代和一代应该是玩的最多 因为三代还加入了恐龙系统 更加成熟了 所以说三代非常受欢迎 一代的话玩过的小伙伴也不少 当年有一代的盒卡是非常多的 但是能通关的小伙伴不得少 一代的手感太硬核了 其次呢 二代 一代和三代的热度要差一点 那最差的就是四代了 对吧 四代呢 加入了很多RPG的要素 自由度也更高 但是呢 它出现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93年还是94年才出了 就是PS都要发售了 咱们溜底边吧 那其实如果你用翼龙的话 很多关卡呢 也可以从天空上飞过去 但是呢 出场的时候 你需要收集一点水果 因为使用翼龙出场的体力 不是那么多 第二关的BOSS战 那在水下的关系下 骑水龙一动还是比较迅速的 而且呢 不怕这个泡泡 因为你人形形态 如果碰到泡泡 你就会捐到那里面 然后挣扎半天 还吸你不少体力 但是呢 你使用水龙也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面积太大 你BOSS比较简单还是干掉了 这样咱们去第三关 第三关也是有一个跳关点的 开场的第一小关打完 咱们捡第三个蛋 然后就来到了有跳关点的关卡 那由于呢 咱们是玩的最短路线 所以说这个龙真的是收集的比较少 就都到第三关了 好像才有一只屁龙 不是冰龙 而且呢 我捡到滑板之后 也不是很珍惜 经常看到简单滑板 没开出多远就撞着 这个其实有一点 比如说心理元要素啊 我倒不是说保不住这个滑板 但是呢 就是拿到滑板之后 玩的就不认真 比较忙 心态决定一切了 就是说 因为这个游戏的难度 实在不是很高 所以呢 才玩的比较烂 这个有的时候玩游戏啊 和追女孩是一样的 比较随便的女神 你肯定是不会花大力气 花心思去追她的 你觉得是高龙女神 这样你才会天天的 在微信上虚寒温暖 直到人家去洗澡了 你才能休息一会儿 是吧 这关我拿了一只龙过来 拿着龙的话 加速跑还是比人类要快一点 又一只 应该在前面的平台上 这两个我试了一下 没有 我记得是类似的平台 上面是隐藏 好 你用斧子或者龙的攻击 能试出来 这样又可以跳关了 来到了第四大关 好 其实第三个岛和第四个岛的流程呢 比第一个岛和第二个岛要短一点 第三个岛和第四个岛 如果全打了的话 大概要六关 第一岛第二岛是八关 这真的是比较短了 因为后面的关卡有超过十关的 又捡到冰龙了 龙咱们也没注意收集 这回他终于吐出来 随着他一顿颤抖 终于还吐出来 那第四大关 走短路线的话 第一小关之后那个岛 你可以选择第一个和第二个 然后第二次和第三次选择 他都是固定的 这个没得选 最后一次呢 咱们选第一个岛 这样呢 咱们打他五关 选择四次打五关 就能过了第四个岛 第四个岛呢 我选关仍然是选择了一个偷懒 就是所有的弹 咱们都拿第一个就成了 不用记了 你也不用记第一个和第四个弹 你拿第一个 虽然是个冰岛 但是这个地面不算滑 到后面有冰路线的时候 冰的路面的时候 那个路面很滑 这个可以一次射两个子弹 这个厉害 这个身体好 这个小胖蛇可以跳 别冲的太快 这个地方有的乌鸦 你冲的太快了 你节奏回头凑不开 直接就撞上 这里仍然拿第一个弹 最少好像是给五十分 这些龙 感觉我像舍不得用一样 其实我是感觉没有必要用 这样打boss之前那关咱们要用 希望它能够吸引一点boss的火力 方便咱们输出 游戏的画面看起来比一代也进步很多了 和三代和四代区别已经不大 但是背景上能看出来比四代要糙一点 又是这种石头 它从鞋块上面滚下来 这就很难处理 这又是一个空中的奖励关 咱们直接跳下去了 这个就不拿了 因为前面已经演示过了 而且呢 它拿到的也都是分 这个游戏分呢 就是两万分减一个命 难度不高 命多了也没用 快了 向着boss前进 说是这个岛呢 叫冰雪岛 上面竟然有椰子树 合理性 可以质疑一下 这明显是个热带植物 不能叫冰雪岛了 应该叫冰火岛 没准往前走 能遇到张无忌 小粉青蛙 青蛙是粉色 就代表它有毒 越鲜艳的青蛙 毒性越强 一千分 这个分还比较多 行了 这里就是boss所在的关卡了 咱们奇异之龙 而且呢 这关是冰雪的路面 奇龙主要也是为了 扛一下这个地面的效果 实际上我感觉有点扛不住 这个游戏难度体现在哪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冰锥 它掉下来的时机啊 对 离你很远 它就开始往下掉了 那其实 如果想难一点的话 它可以设计成 你加速冲过去的 正好落到你头上 那个节点就让你很难受了 这个冰锥还比较好躲 小心一点就万无一失 哦 这个大坑 有点大呀 好的 boss战 boss战呢 左右两个平台上耍 右边的平台上比较好打 它如果在左边的平台 你还要小跳 还要防着头上的冰锥 还有它发射的子弹 所以说呢 boss也不是很难打 咱们就抓它在右边平台的机会就行了 好 就这 有两次机会它也炸了 比较简单 第五个岛屿 是最后一个存在跳关的关卡的地方 后面的六七八三关都需要打 第五关可以打两个小关 这是最短的路线了 那如果最长的路线起码要打十关左右 所以说这个流程长度大家就可以拳好一下 把这八个世界都打完真的需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好 第五关 第一个蛋随便选 第二个蛋的话需要选第一个 才能进入到 有跳关地方的关卡 这个游戏的选关的秘密就藏在恐龙蛋里 其实不止选关的秘密藏在恐龙蛋里 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也藏在恐龙蛋里 这个到最后的时候会给大家展示 可以看出来第一小关和第二小关的风格完全就不一样 那一代的话大家也都知道 每一个大关是四个小关组成 第一小关第二小关第三小关和第四小关 风格就是完全一样的 重复性非常的高 所以说二代的进步真的是肉眼可见 但是非常可惜啊 二代也删除了一个东西 就是强力的攻击 三代呢有回旋镖 一代的时候有火 二代就没有只有个破斧子 好第二个弹只能选第一个 所以第五关如果想记得简单一点 就所有的弹你都选第一个就完事 这里就有跳关的地方了 下面是烟浆 因为咱们打的是最短路线 而且有一些隐藏我也没拿 所以说 第一个黑套龙咱们没有拿到 这个地方 长长一龙 这样可以直接飞到第六个岛 第六个岛看起来云比较多 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决定不拿龙 把滑板废掉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敌人 蜻蜓 蜻蜓能咬死人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那蜻蜓的话是这样 你跳起来去撞它 你肯定会撞到 但是蜻蜓的行动轨迹 其实是有一点像 咱们拿到了一笼 蜻蜓的移动轨迹 有一点像四代的蚊子 是蚊子还是蜻蜓来着 就是它呢 飞过来它不是撞你的 它是封住你头上的区域 所以说你横着走的话 它对你是没有危险 你不要跳 它会跟在你脑后的 是这样一个怪 第六关的最短的路线呢 前三个是固定的 这个选什么都一样 后边三个呢 都选一号带 水关了 要把一龙卸下去 第六关最长的长度 大概是九关 但是 如果你走最短路线 也得打六关 后面的流程就都比较长了 这里可以游得低一点 从下面走 水关的话 全程我记得只有一关必要 其他的地方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水关我并不使用水龙 因为骑上水龙之后目标太大了 走这些空隙的时候 就显得很费劲 那水龙的优点呢 也就是速度方面有点优势 而且呢 它不怕泡泡 但是 本作的水关里边 并没有几个泡泡 而且泡泡也不致命 它只是把你困在里面 如果你体力充足呢 也不用怕 前三个既然是选哪个都一样 咱们也是都选第一个了 大家就记住 第五关 第六关 第七关 所有 你都选第一个就完事了 这关其实不应该用一龙 但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的 就是当卷轴 这个纵向的卷轴受限的时候 你使用一龙 其实非常耻灰 体力得到保证 而且地面的敌人 基本上也可以够到你 前面还不断的出这种乌鸦 非常的难受 下面的这个小章鱼啊 跳起来都能撞到龙 飞起来呢 你不能全力的冲刺 你会错过一些水果 导致体力更就不够了 而且呢 非常容易撞到这种乌鸦 这个龙可能是最脆的一龙了 乌鸦啊 青蛙啊 章鱼啊 都不能撞 好 这关就算碎过来了吧 第六关如果想走最短路线的话 第六关也是这八关里边最长 这里贴边飞 三代的时候有一关 恐龙骨架那关可以这样子 虽然他这回呢 卷轴不受限了 但是呢 前方会在你正前方刷这种云 也会撞到你 所以说没必要飞得太高 在下面离水果近一点 好过关 没小关的关卡流程不长 这回把一龙卸下来了 用冰龙 冰龙可以很好地解决 这种带壳的怪的问题 一下可以把他崩死 帮出一瓶牛奶 这款主要考验你的跳跃 如果用斧子砍这个怪呢 他一下子就搜到坑里 达不到消灭的目的 等一下节奏 冰龙其实有一个 算不上缺点吧 就是他的脚特别滑 加速跑的时候非常难收入 所以对关卡被板背的不熟的话 还是尽量少一点抽 烫脚 地面烫脚 这个岛叫做浮云岛 来到了山洞 这个山洞用飞龙是最简便的 但其实这关并不难 不用飞龙呢 跳起来会麻烦一点 但并不难 有个牛奶咱们要吃 这个体力就够了 吃完它之后溜边 过关 这里仍然要选第一个蛋 BOSS站的关卡 BOSS看起来是一只鹰 这里是一个纵向卷轴 这个卷轴也是本作新出现的 肉 好体力补满了 可以浪了 到地方了 这里就过关了 打BOSS的话 龙是能帮上忙的 但是呢 你不能控制它 不像三代 你是骑着龙打架 二代打BOSS呢 是从楼上下来 这个BOSS极简单 好 完事了 虽然简单 但是呢 作战的思想也是 尽量的输出 不要夜长梦多 好 来到了第七个岛 第七个岛也有八关 火山的 起码呢 咱们也要打四关 这里又选择了翼龙 这关的跳跃元素有比较多 这个 小章鱼蹦得还是很高啊 菠萝 葡萄 游戏而已 没必要深究 当时有没有菠萝和葡萄啊 而且你也不要问 为什么它挂在空中 算了 错过一两个 还是可以忍受的 毕竟翼龙飞得比较快 如果你感觉剩两个体力了 你就 一个加速冲过去 哪怕把龙撞碎了 你也要过关 普通小伙伴打到这的时候 可能都八九个一龙了吧 如果前面尽力收集的话 后面的关卡 其实资源不多了 刚刚的蛋随便选 这家伙又 颤抖了半天 然后来一发 不怕咱们慢慢走 蜻蜓可以照顾一下 不照顾呢 你就往前走就行了 它就停在你脑后了 无所谓 对 就像这种啊 它就停在你上面了 只要你不跳就没事 但是你跳一下就把龙撞碎了 小心一点 刚才这脚感觉差一点没杀住 这七关也是都选第一个吧 省着技了 这里把龙卸下来了 因为这关给龙 第七关开始游戏你会感觉到一点难度 但这个难度和一代相比还是弱一点 步步为营的话 其实也没多难 考跳跃的地方 比较多 注意这个骨头座的平台 两个青蛙 都崩死 小时候曾经试验过 就是火堆 想用冰龙 把火堆给崩灭 发现崩不了 小刀是觉得不合理啊 一吹不就灭了吗 现在知道 你这气体啊 是吧 它是可燃气体 所以你是崩不灭的 没有封住火势就不错了 这里也是跳跃 而且有这种甲壳类的怪物 所以说呢 还是选择了冰龙 这种程度的跳跃啊呀 真是小意思了 对吧 FC游戏就是这样 就很多游戏都是 尤其是这种横板的动作游戏 考跳跃的太多了 基本上都要考 跳跃的时机 按键的力度等等 我们来到boss出了 这关有难点 这关的难点在于两点 第一点是体力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火山爆发 第一火山呢 你可以通过节奏冲过来 后面呢 你每次玩到的时候节奏不太一样 这个要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安全位 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 就是地面的火山 两个是安全位 刚刚这个地方是一个 茄子怪 对 就悉尼体力的那种 所以说 这关的难点在于体力和火山 算是从第一关到第七关 最难的关卡 但只要把那个茄子怪避开 然后火山的节奏掌握对 就完事了 好 打boss boss的话 就这两个刷新点 他向龙打子弹 你就尽量的输出 像你打子弹 你就赶紧跳 红了 已经红了 这是个蝎子 还是小龙虾呢 好 打完 他在子弹过来 我已经决定 落下来 回头再跳一下赌了 结果他已经挂了 来到了游戏最后一个岛屿 第八个世界 恐龙岛 恐龙岛作为最后一个世界 怎么说呢 流程太长了 如果你每一关都打的话 要打14关 出现了新类型的敌人 这个企鹅呢 最开始遇到会比较难 他每次跺脚 天上会掉下来 三个冰块来打 你如果冲的比较快 非常容易撞到最后一个 但是呢 他是有节奏的 就是他跺脚那一下 会在你头上 正中间的位置 下来一个冰块 然后左右搁一个 这样你就等他 跺脚那一下之后 往前走一步 都能躲开 还是观察规律 总结方法 第八关 如果短一点打的话 不长 咱们选四次弹就可以了 第八关呢 有三种路线 都比较短 选弹的时候呢 2133 2323 2332 这三种选择 都会比较短 咱们就来2133了 如果每一步选的 都是最长的那个弹 要打14关左右 这个14关 简直啦 有一点 短的关卡 两关都没有太长 这是第八关的水关 这个水关 你会感觉到一点难过 出门的那个家伙呢 就给你一个下马尾 掌握不好节奏 他的子弹 会把你的进来的路线 全部封锁 这就是一个难点 一个斧子 这个要吃 远处可以看见沉船 咱们也不知道 远古时代 为什么会有沉船的存在 而且那么大 看起来很大呀 过关了 2133 这个要记着点 这里又选个龙 冰龙咱们捡的比较多 所以说常用云 万一挂了 一两个也不心疼 蓝色的花 然后后边会出怪了 脸都被熏蓝了 上面应该有一个龙可以拿 水龙 然后也有斧子 其实拿斧子也可以 拿龙也可以 还是拿龙吧 龙咱们收集的太少 这龙在地面就感觉没什么太大优势了 稳一点 很多弹其实是藏在怪神 这一下如果没打完他我就决定回身去创那个火堆了 第三个蛋 讲命 咱们多少条命了 我看一下 再选一个三号蛋就完事了 这里同样咱们裸油 裸勇 不拿龙 这个水关也不简单 就这个怪 看它的位置 它完全把那个地方 可以给你封死掉 所以你要通过走位 来控制它子弹的方向 找到一个间隙 然后过来 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这两个在一起 那其实咱们可以 只躲着一个就行了 不躲横向那个 但是要控制好 你游泳的高度 这个游泳高度 其实还是好控制 按住单发就可以 它就一直往上 幅度也不大 好 没有体力了 剩两格了 幸亏有肉 这个泡泡可以钻一下 咱们一直都没钻过呢 钻一个 它会控制住你一段时间 这样实际上是 消耗你的体力而已 并不是秒杀掉的 水下的刺非常的密 名人的 硬度啊 相当于洛克人 面对剑刺的硬度 又一个斧子 咱们斧子太多了 1000分 这是最后一次选蛋了 那之前我也提过 除了选关秘笈之外 还有其他的重要东西 这些地方在蛋里 过了这关咱们就可以看见了 上面是水滴吗 为什么这种 看起来像岩浆一样的地形 其实这个地形 烫不到你 它就是地面 如果做的动土 上面有新类型的敌人 地上是蛆吗 我的天 我的龙啊 太可惜了 这可是我第一次 好吧 最后一关了 无所谓了 对吧 再说这里是水 龙可能下不了这个水 刚才吃了一个大肉 就是说体力方面 不用着急 慢慢来 敌人突然出现了蛆 蛆完再走 不急 好 做一种boss 出现区呢 就暗示boss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大家可以看 好 现在看呢 它是一个大虫子 等一会儿它是会变身的 现在是一个 剪的状态 好 打爆 那它会变身的 不会变身的 最终boss 没资格叫做最终boss 变成一个大苍蝇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前面的关卡里 会看见区了 无骨虫 果生面粉油炸 隔壁老八都传哭了 哦 真的抗打 它刷新的地方 就表达了四个地方 你要追着它打 同时呢 要保证自己 不被它的子弹打到 不被下面的尖刺扎到 不被上面的水滴滴到 脚滑 也要小心 好 打爆 这样通过 好 蒂娜竟然藏在了蛋里 所以为什么叫蒂娜呢 不如叫诞生 那好吧 这样一款FC平台的冒险的二代 就给大家录制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